他两次患癌,有两段超十年的失败恋情,今和最唠叨的唐僧幸福相依。 他两次患癌,有两段超十年的失败恋情,今和最唠叨的唐僧幸福相依。 在他的少女时代还没女孩敢拍戏,他就敢,而且一作就是女主角,这份勇气让他成为了后来的TVB的台柱子,是香港人心中的阿姐。 但他的感情和健康问题却曾经让他受尽了折磨和痛苦,先是经历了一段长达十三年的婚姻,后又被交往十年的男友横甩,他为此看了六年的心理医生。 他还先后患过甲状腺癌和乳腺癌,一般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苦痛,他不仅承受住了,而且还在晚年迎来了第二春,如今71岁的他幸福的不像话。 近日,TVB老戏故汪明泉度过了71岁的生日,从他晒出来的照片看来,我们看到了他和现任老公罗嘉英岁月静好现实安稳。 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,也失去了别人所拥有的他,终于活得像个普通人一样平淡而幸福。 说到汪明泉,其实他的人生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了。 汪明泉在家中排行老二,上有姐姐,下有弟弟,被家在中间的他爹不疼娘不爱,他经常穿住姐姐穿过的旧衣服,爹妈带住弟弟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在家里做家务。 小时候他在上海跟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直到10岁那年才被父母接回香港一家团圆。 汪明泉的妈妈后来去世的时候,她没有流露出太大的悲痛之情,只淡淡地对媒体说了一句,当我看到一个这么强的女人也难敌病痛,心里很受震动。 1966年,汪明泉出道,开始了他的演艺事业,那个年代的人还非常封建保守,女人一般不轻易抛头露面,但她在父母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感,凡事必须要为自己谋划,事宜早早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。 她不但敢抛头露面,敢做戏子,而且一当就是女主角。 为了让自己的演艺事业爬得更高,她不惜自费到日本深造,在这段时间里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昌华。 刘昌华是一个从事制衣行业的商人,汪明泉在日本学成归来后就嫁给了她。 而汪明泉并没有因为嫁给富商就放弃她的演艺事业,加别,万水千山总事情等她都担任了女主角,步步成绩斐然,她成为了。 TVB的台柱子,是香港人心中的阿姐,就是大姐大的意思。 所有的香港艺人都敬重她,有阿姐在的戏,她们都不敢迟到。 收获了事业丰硕果实的同时,汪明泉却失去了她的婚姻。 1983年,她和刘昌华结束了长达13年的婚姻。 离婚的原因是汪明泉事业心太重,而导火线则是当年汪明泉因拍摄《万水千山总事情》时不幸流产,此事让刘昌华非常愤怒。 离婚后,汪明泉和何首信在一起,何首信是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就认识的,两人纠缠十年,何首信终于选择分手。 汪明泉在这段感情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,分手的六年里她一直都有看心理医生。 汪明泉站到了事业上别人难以且及的高度,但人生从来都是祸福相依,她不但在感情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,身体也在不堪重负值下两次患癌。 一次是在1985年患了甲状腺癌,一次是在2002年患乳腺癌,但庆幸的是,癌细胞都没有扩散,她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。 和何首信分手后,汪明泉的生命中出现了罗家英,罗家英的名气没有她大,钱没有她多,也没有她努力,她就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小男人,但他们刚好互补。 2005年,罗家英被查出晚期肝癌,汪明泉用自己的抗癌经历不离不弃地陪伴她,直到她康复。 2009年,年过60的汪明泉和罗家英结婚。 如今他们结婚十年了,他们也到了古西之年,但他们的感情仍然十分稳定,眉目间皆是幸福。 人生从来获福相依,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必定会失去另一些,但只要不放弃自己,纵然历尽坎坷,我们也终可获得幸福安宁。 参考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